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在那天找了很多的业内的DJ 还有一些有名的音乐界的人 选在台湾公共电视的一个棚里面 录了一张专辑叫One Take 顾名思义就是这里面的十首歌是全部一次完成 我记得那时候在做宣传棋的时候到了湖南卫视 那时候当着汪涵的面许下一个心愿 就希望将来内地有高水平的电视台 有勇气也有设备也有乐队 可以用这个方式来打造一个另外一个One Take 我希望能够合作 那当时的想法是合作 可是后来发现了 他们有了我是歌手这个节目 我觉得从节目的形式上来讲 包括乐队的等级 包括音响 还有底下的500位听审团 在形式上其实已经非常接近One Take的理念 只是他不是跟单一的歌手合作 而是找来了很多的歌坛里面的精英 我那种想法是说 既然周边的一切条件都跟我当初设想的一样 但差距只是不是我一个人的转场 那么我就抱着享受这个乐队跟享受这个音响的概念 然后也顺便利用这个场合跟这个比赛的 去宣传很多概念 比如说One Take的概念 比如说对一个歌手的歌唱实力 没有现场就没有真相的这种概念 我就来了 那既然是一个比赛嘛 就是说肯定会有有人走有人留 那当初没有想过这种比赛形式 就这种节目形式 如果自己万一被淘汰了 是不是还会其实还挺没面的 我想的其实挺单纯的 因为他并不是一个七进一的竞赛 而是他只淘汰一位 那我对我自己的想法是说 我只要每两轮的平均成绩 可以刚好低功越过那个最低的要求 第六名就可以了 我就可以一路的把我自己想要唱的十几首歌 通通都在这个节目呈现 那那时候的想法就是 维持第六名对我而言也许不难 所以就来了 那好像就是说之前大哥之前的粉丝也很多 然后通过这个节目好像现在 更多更多的人就是说了解到您的这个唱功也好 什么都就是说现在人气也特别特别的高嘛 谢谢 那之前来之前有没有想过会有这些别的这些收获 对于知音暴增这件事情 我那时候是说我是带着好歌来找知音 那的确我们在我原来的情况下 知音是已经有一部分的基础 但透过这个节目知音暴增呢 在这个环节我其实挺高兴的 但最高兴的一件事是 我在这次比赛中唱的歌曲都不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都是我刻意想要让大家了解的喜欢的歌 那既然大家都随着我的介绍而爱上的这些歌 那当然收获是挺大的 那当初为什么会选出是会选这样一首无词的歌 是要有一点炫技的感觉 其实说真的冒险 因为无词歌在那一瞬间如果你没有掌握好 是有可能变成第七名的 这是有可能的 但在那时候有几个想法 当然了其中一个想法是刚好跟小山 他刚好选到同一个曲目 我想我就把歌让给他 因为他应该可以照顾得好 然后另外当时也从加拿大因为有时差的关系要回来 所以会考量到如果在唱歌词很多 或者是中文歌词要去记的状态下 也许会分心 我有可能会分心看体词机或者是分心去想歌词 那一个没有歌词的歌呢 相对轻松 就脑力记忆来讲比较轻松 另外一方面 我也有一个私心就是我来这里会去选择大家不熟悉的歌唱 然后会选择这个歌唱 我想试一下 在大家不熟悉的状态下 一个人的声音 有没有光凭声音本身的情绪表情张力还有音质就有吸引或打动台下听众的能力 我很想知道我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有多少 所以就冒个险 说到排名的话 其实最紧张的还是那个导演在念念你们的排名那个时候的心情应该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很紧张吧 我相对来讲 因为我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就是低空略过可以继续唱歌 所以我通常的想法就是我要拿到什么样的排名才可以维持我在第六的位置 所以两期的心情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如果我录第五期 我就会特别去想 第五期的名次如果相对稍微靠前一点 那么第六期就资本可以挥霍 我爱唱啥唱啥 怎么唱都没有关系 所以通常在这上面是会有一个起伏 通常第四第六第八期刚刚第十期呢 我是不紧张的 因为已经在单数集的时候 第五第七第九这个部分的名次只要一抵定 我就确定啊下棋 就是这一轮我不可能是第七的时候 之后就轻松了 之前很多也有一些选手被淘汰 黄管仲啊 少文杰啊 陈铭啊 就是对于他们的淘汰你有什么一些特别的感受 我觉得淘汰只是个偶然 因为是现场五百位听众在当下的感受 那听音乐的形式有非常多 有些人的歌 不见得你听第一次他就会抓住你 就像我们看那个美女有时候有第一眼美女 然后有第二眼之后超级顺眼的美女也有 绝对有越看越顺眼的美女当然也有 音乐也是这样 比如说我举例像陈铭的歌 今天如果你把我是歌手的这个录像 录抠下来 我不管黄冠宗或者陈铭 你回头重复听 听个十遍以后 你就会发现 这里头的东西越来越多 然后你可能会越来越喜欢 可是在投票的当下 我们不可能回放十遍 所以其实这只是 这个赛制跟这个比赛形式底下 偶然产生的一个结果 并不代表歌手本身的程度 或者是他的能力 因为真的不一样 如果说真的有一天您被淘汰了 当然了这个概率已经很低很低很低了 对所以说如果说真的有那么一天的话 您会是怎样一种想法 求人得人 因为一路以来 如果有看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 就会发现 其实我选歌很自私 我不会太去想说 我选这个歌会有多少观众投票给我 然后去精算那个结果 我很少去想这些 我就是我爱唱什么 我想唱什么 我就唱什么 所以总是会有我选的东西 跟台下的500%听众 隔隔不入的时候 这事儿 你说如果假设比个 二十场可能还不会出现 比个五十场 终究也会碰上给一回吧 所以就求人得人了 但是我觉得已经 已经很够了 又是就是说 你介绍给大家的好歌 已经够多了 这么多歌手在这儿 然后林大哥 有没有特别欣赏的那位 让您觉得眼前一亮的这种感觉 每位都非常优秀 我是一个听歌的包容性很宽的人 因为我本身做DJ 然后我介绍的音乐品牌 音乐节目 是从欧西音乐 欧西音乐的字母 A一路介绍到Z 就比如说 Air Supply Beatles Carpenters Diastries Eagles 那我光刚刚列举的这五个音乐人 他们就有截然不同的风格 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属性 所以我能够欣赏每一位歌手 他本身的特性 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分 我特别欣赏谁 因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绝活 人气最高的一个是您 还有一个另外一位就是那个黄岐山 谢谢谢谢 有没有 就是说 听他唱歌 有没有感觉有一点点压力 我觉得就纯粹欣赏 我觉得会更好 我的 我自己 自己评估 我的演出的一个稳定度 大概都达到我自己的要求 对 我觉得 在这上面不要有压力 会比较好 现在网上有一种说法 针对黄岐山的 就是说有一些比较苛刻的网友 也可以说是比较好事的一帮人 就是说评价他的高音 就是说有些地方其实就非常非常的不专业 然后就说黄岐山听着是那种特别悦耳的那种音乐 但是其实就是黄岐山把大家都给忽悠了 有这种说法 就是说其实他的技巧并不是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好 你有没有就是说在专业的角度上 对 其实我觉得来着几位歌手大家都非常专业 那我也很清楚 网络上的 网络上的语言 很多元 对 然后我也知道也有人说我忽悠人了 这个很正常了 因为每一个人在听歌的时候会选择性的过滤掉自己喜欢或不喜欢的讯息 只是我觉得音乐是多元的 然后如果你能够学着去欣赏每一个不同类型的音乐 那么收获会非常大 我觉得这一点来讲我倒是建议听歌的朋友们 其实放下一些成见 放开心去欣赏 现在还有一个网上特别热议的一件事 就是说那些所谓的观众也好 还是评委也好吧 那五百个人里边其实有好多是职业观众 我很直率地说 其实在台下的听众过来 听歌 每一个人的心里的敏感的程度不同 我觉得真情流露的部分是有可能的 也许这首歌真的说中了他某一段的故事 也许他来说没有意想到 一首歌一开始第一句出来就是打动他 这是有可能的 在街上这么多的摄像机在现场 盯着每一个观众 一共现场有五百个 但里面只要有 三四五六个有这个感觉 镜头一带出来 就会给人家感觉什么台下人 到处都是那种感觉 但事实上其实它只是一个 瞬间取样的 造成了一个 我们其实在看电视的人的错觉 空中补给乐队的演出 那我在听到我特别喜欢的 Making Love Out of Nothing at All 这首歌的时候 我在去看他们演唱会的时候 也有那种感动 对 那假设我在台下 然后那个他们的那个导播 或什么如果切的话 突然 突然如果切到我的镜头之后 再拉回去 那当然就就国外的听 那个观众来讲 搞不好认为我是哭泣歌呢 祝贺优酷全娱乐 优酷全娱乐 优酷全娱乐 3月25号 8月25号 3月25日 3月25号 3月25日正式上线 无视频 无真相 优酷全娱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